尽管我们反对美国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,也并不想与美国展开重构世界秩序的大国竞争。 可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,我们也不得不全力应战。 尽管美国依然整体实力占优并全面打压,可未来五年内,我们只需要实现如下三大目标的突破。 美国也就只能是推平认输,为了赢得重构世界秩序的大国竞争,也是为了扼杀中国复兴强国进程。 美国又是脱钩又是建高墙小院,幻想在高压之下,中国要么妥协屈服,以千成下之约,要么就是被孤立封杀,以扼杀中国复兴。 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着全面的战略打压,全面的科技封杀,全面的贸易战,金融战,搞武力威慑,甚至是与挑起南海、台海以及朝鲜半岛战争。 美国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,那就是要把中国封死在美国建立的高墙小院之中,是要中国按照美国划定的范围发展繁荣。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,或者说是提制加速的关键阶段,也是从大国经济向强国经济的转型时期,高科技发展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。 尽管面对世界经济乏力和美国打压,以及外部环境的极大不确定性,但中国经济依然表现的还是韧性和后劲十足。 在经济方面,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应当就是房地产尚未止跌其稳。 在制造业生计方面和科技进步方面,目前面临的就是美国严厉的打压,主要表现在半导体芯片、软件操作系统,和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清洁能源等方面。 尽管中国不会再像以往那样,过分依赖于房地产的繁荣,可毕竟房地产设计的经济领域相当之广泛,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。 即使是美国倚重于房地产来带动经济发展,而目前房地产恰恰是中国经济,无法完全或快速止跌其稳的最重要的领域。 重要的是房地产业的表现,也直接反映的是消费者信心,这直接关系到以消费促发展的战略转变。 也就是说一旦房地产业迅速起稳,中国经济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也正因为如此,美国过去一年疯狂加息行动和通通账削减法案,也就赋予了拉爆中国房地产,拉爆中国金融的功能,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割中国的韭菜。 另外,美国打压中国的另一项重点领域,就是半导体芯片,这是发展信息通讯,增强核心制造,以及发展AI量子计算等,高科技未来科技和核心制造的关键因素。 半导体芯片对中国的重要性,只需要看中国每年的进口量就可以明了,中国每年进口商品的最大一块,不是需求旺盛的能源,而是芯片。 芯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能源都重要,重要的是高端芯片是AI、大数据、信息通讯、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,涉及到的是占领高科技制造和未来经济的优势地位问题,对建设现代化强国经济来说也是一大关键。 也正因为如此,美国不但以自损为代价举国之力封杀中国,还要拉上西方盟友国家一道,这也就意味着,一旦中国取得了半导体芯片领域的突破,或者说说实现了独立自主, 中国经济和科技就又上了一个新台阶,就会成为赶超美国的加速器,而美国就对中国无能为力了,近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,刺激恢复或稳定房地产的金融新政。 这一次的措施,与2008年巨额经济刺激政策最大的不同是,直接刺激消费者的房地产消费,针对性极强,不是刺激房地产加大投入,而是通过消费的增加而去库存,同时也是在给房地产业受困的资本解套,通过这种方式来倒逼房地产业向新模式发展。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,不给美西方国家像上一次刺激政策一样,占中国便宜的机会,是普惠中国而不是普惠世界,实际上也就是不给美国或美元资本利用降息之际,来中国房地产业割韭菜的机会,也正因为如此,欧洲股市应声极跌,尽管近来购房者比较踊跃,可显然这个热度还只能缓慢上升,消费者的信心也只能是一点一点恢复。 消费者的信心之所以难以迅速升温,并非是内部或政策因素,而是世界经济复苏力不足,局势的动荡不安,以及中美关系的巨大不确定性所导致的。 尽管如此,中央进来的金融新政,却意外刺激了股市的繁荣,这实际上就是对国家经济有信心的表现,信心转移到房地产,或最大程度上体现出来,恐怕也是需要时间的。 在芯片领域,早在美国打压中国之前,就已经开始布局,而且目前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。 目前在芯片设计方面,已经不论美日等国家多少,而芯片制造方面,中国也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。 重要的是在量子芯片方面,中国就算不领先,也已经适与美国七头并颈,解决半导体芯片问题,也就在这几年。 2029年正式中国制定的改革开放,新政全面政策落地的阶段,也将是突破美国打压的关键节点。 5G中国已经领先,量子通讯已经领先,量子计算不出多少。 清洁能源美国的追赶中国,如果再取得半导体芯片的风沙突破,美国还能耐武和。 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太空,太空军被竞赛,可是当年美国拖垮苏联的一个重要手段,如今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正在取得重大的突破。 尽管美国太空局长一再叫嚣,绝不能让中国人先登月,可是美国政府似乎对此有些无能为力了。 过去美国通过太空军被竞赛击垮了苏联,如今似乎是已经没有勇气与中国来展开太空竞赛了。 美国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是相当唬人,是真花费了巨额的资金。 在击败苏联之后,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也就成为了烂尾工程。 而世界科技的进步,也决定了原来的设备灯已经落后。 美国计划是2025年登月,可目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动静。 就算是这一次率先登月,可也就是仅此而已。 中国的太空站才建成,而国际空间站则随时都有可能自毁。 中国并非是为了登月而登月,最新公布的计划进程,足以让美国大吃一惊。 登月后即要开始建月球基地,甚至于就地取材,就地取水的技术,都已经研发的差不多了。 月球通讯计划也已经开始实施,从月球向深远太空进发的计划也有了。 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进登陆火星采样计划,而美国却因技术问题而搁置。 但是中国的深太空探测计划也在积极推进之中,尽管中国是和平利用太空,但在太空中还能干些什么? 美国人也心知肚明,智能化时代也必将推动太空化时代的到来,而中国似乎就要领先了。 尽管原计划是2030前登月,可目前已经传出来的消息是基本定在了2028年。 从目前美国方面的反应来看,只有航天局长在极力呼吁,而美军方对此似乎并不关心,不是不关心,而是无能为力。 一旦美国军方真的上了心,那就是新的太空军备竞赛开始,这一回美国应当明白是轮到自己被拖垮的可能了。 而一旦美军方开始发力,中国会更快速推进计划,也必然要增加太空军事的相关内容。 美国反而更被动了,因此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更好。 总之房地产是制约中国经济复苏和提速的一个重要的领域,而芯片也确实是中国的软肋。 这两项五年内应当是会取得突破或实现既定目标的,而太空领域,美国目前显然有些力不从心,而中国则是按部就班的推进。 这可是最高的制高点,以五年内登陆月球为标志,就是中国的太空时代到来,美国的整体实力远在中国之上,这是不争的事实,但美国的战略麻烦也远在中国之上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 一旦五年内中国实现了这三大目标,也就意味着美国恶华战略的彻底失败,美国也就只能是推评认输了。